北京 河北 黑龙江遭遇天灾之际 大家都积极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看到王宝强准备了六辆大卡车的物资 连夜赶路送至河北灾区 并亲自派发救援物资 十分感动 还有其他明星 许多博主也行动起来了 人多力量大 众人食柴火焰高 盼望灾区尽快好起来 8月5日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账号发布消息 宣布2023韩红爱心百人圆龙江活动正式启程 由医疗专家和明星志愿者组成的百人团队 包括了陈晓 梅婷 林俊杰 谭松韵 李斯丹妮等知名艺人 8月3日 疯狂小杨哥所属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文称 向中华慈善总会定向捐赠2000万元 用于采购应急物资 灾区救援 以及后续受灾地区重建工作 吴京 黄晓明等都为灾区捐款捐物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还有更多人伸出援手 不一一列出了 彩吕建文频道能力有限 做不了大的贡献 那就从点滴做起吧 今天向韩红基金会捐款100元 尽绵薄之力 勿以善小而不为 做个善良的人 从你我开始 愿灾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